拐账牙医林毅超 他荣获了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全球热爱生命奖章 他同时发表了新书 《从后山走向世界》 记录着他从罹患了小儿麻痹 成长求学历程 考上牙医之后走遍世界来疫症 还有深入花莲偏乡 倒载医疗的点滴 他说他只希望可以让更多年轻的医师 愿意参与偏乡的医疗服务 让身为医师的职质得以宣扬 牙医师林毅超常年来参与 无国界医疗服务 他也热心协助各个社福机构 执行疫诊还有善心的捐助 他更是花莲唯一一位 倒载医疗的牙医师 他不为因为罹患小儿麻痹 不方便行走的困难 拖着沉重的医疗器材 伸入偏乡山区 为卧床的病人看牙齿 他今年更发表新书 《从后山走向世界》 记录着他这数十年来的行医路程 希望可以鼓励更多的年轻医师 愿意参与偏乡的医疗服务 起心动念要写这本书 大概从2019年开始 那这开始是周大观基金会的执行长 周爸爸鼓励我 把我的生命故事写出来 从我小时候因为我小麻痹 然后后来怎么样子努力读书 到建宗到当个牙医 那后来我去参加海外的议诊 到最后2017年在我们花莲县开始 是第一个做这个道宅服务的牙医师 那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跟故事 把它写下来 那刚开始的用意是希望能够鼓励 去影响这些还在学校读书的年轻的 这些医学生们 让他们能够多一点正向的力量 让他们能够有这个心思 能够走向这个服务人群的道路 所以我想这本书最主要的目的 是希望能够给年轻人一个不一样的视野 希望他们能够看到 服务带来的快乐跟成就感 林一超医师的扇行 被周大观文教基金会看到 特别颁发全球热爱生命奖章 并且协助义卖他的新书 要把义卖所得捐给花莲的社福机构 7月11号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将在花莲举行颁奖与捐赠仪式 也欢迎相亲前往观礼 给这位奉献偏乡医疗的牙医师 更多的掌声与鼓励 这位奉献偏买室报道